大家好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種健康的食品 自製納豆 我不客氣了 我要開動 納豆可以說是近年最受歡迎的一種健康食品 自家製納豆方法可以很簡單又方便 一起來看看有什麼材料和做法 材料 黃豆150克 納豆粉一條 凍開水 攝納豆機一部 選擇新鮮用 加水清洗乾淨 將大豆用清水浸泡24小時 浸泡24小時之後 可以很明顯看到黃豆漿漿 將水抖去 將浸透的黃豆放入碟裏面 放入鍋裏面 隔水蒸3小時 直至豆可以用手捏碎 蒸豆的質要保留 將蒸透的黃豆放涼後 轉移到納豆機的一秀鋼容器 加入納豆粉一條 加入適量的凍開水 攝納半均勻 放入納豆機裏面 蓋上蓋子 納豆機開電鍵 納豆就發酵了 發酵大約需要24小時 納豆表面有一層膜 攝納半均勻 可以聞到納豆白油的氣味 所以納豆已經發酵成功了 發酵好之後的納豆 拉絲衣越多 就會更受歡迎 食用納豆的方法有很多種 尤其是日本人吃納豆 尤其是日本人吃納豆 真是方法層七不窮 我每次看到的納豆 很有食慾 可以加入蔥一起吃 日本人終於吃納豆 加雞蛋 任何食慾 嘗試一嘗味道 嘗試一下 嘗試一嘗味道 嘩真的是 EVER 太棒了,沒空,真是想不到這麼天移 健康美味,就是口感 除此之外,還可以加點豉油一起吃 都是超棒的 或者可以加點飯一起吃 都是不錯的選擇 一次吃不完的納豆,可以用蜜蜂針裝口 放入雪櫃冷藏 嘗試一口,加了豉油的納豆 嘩,真是好吃 喜歡吃納豆的,就轉發給你的朋友或親人